手游酷玩 大家好 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这个游戏呢 依然是我 决战平安经啊 这个 今天的给大家带 叫做小幼之手 谁叫小幼之手 还是小秀之手啊 这个这么个英雄啊 先介绍英雄技能 一技能会拴住一个绳 然后 这个叫阵线啊 然后敌方会呈现弱点 攻击弱点呢 会造成额外伤害 并给自身回复一定血量 是算一个 增强自身伤害的这么一个技能 也是比较 个人觉得还算可以的 这么一个技能 那么 二技能呢 是造成一个 怎么说 就是减速啊 如果在最外围会被迅运 然后三技能是位移跳到 位移两段啊 然后大家是位移跳到对面的脸上啊 整体来说 英雄的强度不论啊 还是可以的 反正我玩这把 感觉 就是后边 可能前期比较缺伤害啊 但是作为一个打野呢 也是有足够的这么一个发育时间啊 然后后边的话伤害还是足够的 啊 那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介绍一件小右之小右之手啊 啊 战争永远都是一个悲伤的话题 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啊 都会给人民造成苦难 啊 在战国时期呢 也是饱受战争啊 所以说所有年轻男子被强制当兵啊 强制冲军 那么小右之手的弟弟呢 就是其中一个 但是他的弟弟怀抱着爆国的志向啊 认为自己可以改变国家的现局 只身投入到了这个军衙当中 但是好景不长啊 他弟弟在一次任务中 牺牲了 然后他领头的将领呢 带回来了 他亲手为他弟弟缝制的战袍 但是小右之手一直相信 他的弟弟并没有死 只是在等他将他的战袍修补完成之后 就会回到他的身边啊 在这个寒冷冬夜 只有这么一个女人 相信自己的弟弟依然会回来啊 也是在期盼着自己的弟弟 能够再一次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那么在真正的白鬼夜行的故事当中呢 小右之手是一个在夜晚会伪装成 大肚子拿着梳头工具的这么一个 女的腰围啊 如果你答应帮他梳头呢 他就会在趁你给他梳头的期间 把你的头颅割下 怎么说呢 个人感觉 这个在央视的背影故事里呢 他比较可怜 在那个背影故事里呢 则是显得有一些黑暗啊 相当于他利用人们的这种 可能也是利用美色来诱骗一些 贪图他美色的人们 小右之手这个英雄呢 在这个阶段 怎么说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出多久了 反正我自己也是遇到过几宝 大家使用的 感觉都不是特别的好 就感觉这个英雄比较弱 但是其实小右之手呢 要频繁的利用这个走位来触发这个 一技能这么一个被动的伤害啊 所以说输出起来不像正常的刺客英雄 那么简单粗暴 也是属于技巧有型的英雄之一了 但是在评分方面 技巧有型并没有给他评太多 虽然也是一个极难的操作 但是个人以为还是可以接受啊 说到刚才那个话题啊 确实是小右之手在营养时的背景故事里 比较凄惨啊 一心等着弟弟归来 没想到送回来的就有一件 亲自缝制的战袍 还有弟弟的死讯啊 但是他并没有相信这件事啊 所以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对于弟弟的思念和对于战争的怨恨呢 使他变成了一个足以令所有人害怕的妖怪啊 也是会一心等待弟弟归来 或者是等到自己有能力将弟弟复活 小右之手的背景故事比较凄惨啊 但是他是跟在营养时里 是跟那个叫什么陆艳时还陆检时一起出的 所以我曾经一直怀疑过说 他俩有什么特殊的管理啊 但是现在官方还没有明确说明啊 所以说也不能确定 如果说那个人就是他的弟弟啊 那他弟弟长得也太老了 这个有点过分了 这个没有关系啊 我们回到那个游戏当中来啊 这地方被嘴了 没有关系 放一个二技能造成一个炫源啊 但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用 我家这前期有很大的劣势啊 因为我家下路崩盘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因为前期我看我家下路很好 我就没有帮下路去抓啊 因为小右之手这个英雄 前期还是需要发育的 发育时间对于他来说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我前期就认为我家应该能稳住啊 因为我家这个上大也是频繁的去击杀了对面啊 击杀了对面 大杀了两回吧 还是一回啊 我忘了 所以我认为一切都稳定成啊 没想到发生了这种变故啊 我家突然就崩盘了 就是所有的下路这个稳稳的这个C点啊 突然就报废了啊 所以说现在这个局势比较刚啊 但也是属于我的失误啊 因为我前期有点太相信我家这个下路了 我一直以为我家下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所以我管都没管他 但是可能是对面打野照顾他了一下 然后就炸裹了 这没有办法 这就是我的失误啊 作为打野并没有照顾全局啊 因为我家前期是这种其实挺弱势的 我不应该选这种需要发育的打野啊 我应该选一个 就是专门打架的打野啊 但这地方没有关系啊 反正对面这个雷七零 然后找一下机会看看 能不能跟对面再打一打啊 那对面明显也是给了这个机会啊 谷女儿单独上前 然后直接被秒掉 那这地方呢 我们抓住对面的这个经济机 直接把经济机秒掉 回头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 这些人叫啥来着 看到这个叫什么 就是镇呢 还是镇啊 就是这个 我就管它叫毒鸟吧 然后解决不太了 因为我前期把这个所有伤害啊 基本上全剿了 那这地方呢 也是反过这一波 就明白了这个问题所在啊 我家还是缺少这种 就是可以秒人的这个伤害啊 我家的伤害都需要频繁的 触发这个各种各样的极致来完成啊 而对面显得就是比较无脑啊 尤其是这个机密机啊 我也是之后自己玩了一把啊 其实也录出来视频了 可能下一期就给大家带这个机密机的视频啊 这个机密机在中路啊 我说句报挺的啊 除非你设计你那个技能范围比他远啊 要不然就是掉水 就一点办法没有啊 就机密机这英雄贼变态 我自己玩了能有两把吧 然后录出来一期视频啊 第一期没录出来是因为我家有嗓尔这个 主团呱急了啊 就是我家这个AD问辅助你会不会玩 辅助说你会玩啊 然后打野说你敢骂我辅助 然后嗓尔就那呱急吧 别玩了 然后嗓尔就呱急了 一点都没有问过我和对面这个答 这个这个上诞的意见啊 就比较尴尬 然后怎么说呢 最后以那个 单人 PK两人啊 然后单人取得胜利啊 直接给两个人喷呱急了 哎 是猛啊 这个确实我佩服啊 这一个喷两个还能喷呱急啊 确实是猛 啊 这地方抓掉对面黑童子 一个一技能挂上 但是他走了 没有关系 一个二技能直接云助出发落点 然后这地方被他抬起 也没有关系 直接 出发一个大招 然后继续一技能拴上 打两个落点 给他拉回 然后等他回来 继续拉一个落点 两段位移 然后拴住这个 这个啊 没拴住啊 没拴住 基本上就结束了 大家玩这个英雄 最需要注意一点啊 就是这个一技能的释放准备 一定要放到一个 你想打的这个神像 但是这个一技能 对于这种大型野怪无效 这地方先提醒大家 别大家 算大型野怪 然后没拴住 然后开始想 我这怎么了 出bug了啊 这个官方的给补偿啊 不要想这种事情 这地方呢 其实按理来说 我拿也是可以啊 但是我想了想 还是不要自己拿了 因为 这个时间段最大的问题 要是我家现在 这个伤害不够啊 需要我家这个广乎发育一下 来给我们补一个伤害 那这个地方也是我家 别人的话 配合队友杀掉了对面 那这地方就 我现在一个一技能 然后拴住这个人 然后直接二技能 加一个 不是三技能 加一个二技能 出发圈圆 继续哎 然后一个大脚 直接飞到他脸上 然后回头继续 嗯 这地方滚点伤害还是比较高 所以说没有办法 这直接被换掉了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尴尬了 就有些无奈啊 但是我家跳跳妹妹 也是杀掉对面 鼓女 啊 如果能杀掉对面 金鱼机呢 这波其实可以考虑推进一波啊 但是没有杀掉 让对面金鱼机跑了啊 但是对面这个下落的黑农子 一直在代谢也不参团啊 所以说还是有机会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后期这个落点触发的伤害 非常的高啊 所以说 我感觉我这个地方 我还是能死一下的啊 那这个地方也是持续的刷野啊 我家虽然打架了 但是我不太想去啊 因为我现在 怎么说呢 现在伤害还是不够啊 这地方追一下对面 看能不能追的啊 那这地方对面直接回头了 然后我们A两下 出发一下我们这个buff技能 然后看看能不能 搞一手对面 但是这地方 对面人有点多 然后我也没打过啊 所以说 继续缓缓的发育就可以了啊 这地方直接走吧 没必要继续浪了啊 因为打不太过啊 现在这个阶段 对面的坦度也有啊 然后肉就是输出也有啊 相比我家来说呢 对面这个阶段啊 更加强力一点 我出完这个检控 其实我个人觉得 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啊 因为这个检控 对面其实控制技能 也没有特别多啊 就一个金鱼机的这个东西 可能比较费劲 然后队友呢 也是开始指挥上了啊 什么啊 打完直接推啊 这样那样的啊 其实我也想推啊 但是这个阶段咋推啊 兄弟啊 这一阶段我好像没啥 没啥作用了啊 小肉之手这个英雄 其实你要说他后期强 我感觉也没多强 但他前期好像也有点弱啊 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玩法的问题啊 就是跟那个 因素联盟新版剑机出来一样 大家都感觉弱啊 但是现在啊 真行啊 所以说大家玩这个小肉之手 就可以当做这个因素联盟剑机来玩 他这一技能不也是触发弱点吗 而且还是有顺序 他就按照这个逆时针的顺序 来触发这个弱点啊 所以说是有有顺序可以找的 不像之前那个腰脊 不是不是腰脊 剑机是那个随即出发的 所以说这个还是不要 比那个要简单一点点啊 那这地方也是打完一波团战之后呢 我继续来刷这个野怪啊 这地方还差一点钱出这个什么 最后一件装备啊 那直接补掉这点钱出完这最后一件装备啊 看看伤害能不能提一下 其实我感觉应该第一件就出这个吧 因为他这个东西配合 配合这个 那什么还是比较猛啊 我个人觉得就是配合这个 嗯叫什么东西 就是弱点啊 应该比较猛啊 因为有穿甲嘛 所以说 个人感觉还可以啊 但是他既然推荐我最后一个储 就最后一个储 那这地方我方也是打下了这个八七大蛇 然后对面啊 还是想跟我们拼 我们直接大招商品 直接杀掉对面这个一地 然后被金鱼几的这个金鱼做死 但是不愧啊 因为对面一地比较肥啊 所以我直接跟对面一地混了啊 那这一波呢 也是应该结束了啊 既然对面啊 想拆这个塔啊 那我们就黑龙子也不回来啊 那我们就直接拆这个塔就可以了 这没有任何问题 那也是拿下了本场胜利啊 这个这把还是打的时间也有点长 主要是前期又是没有转换成一定的这个盛势啊 嗯 小一准手这个英雄在前期转换上 可能比较费劲 我把握得不是很好啊 MVP给到了我家这个跳动妹妹 跳动妹妹也是几波团战 切死对面后排 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 那今天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机团 感谢你的本集观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